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股的股市一个走势情况 那国内走势情况就是上周给大家提示到 就是要谨防A股走出这种双顶的这种结构 走出这种双顶的一种形式 那当时我们当时也是做一个预判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大家要注意要小心 那这周来讲整体来讲走势 它有点沿着这个双顶的这个结构和方向在走 当然也是要边走边观察 那这周大概是五个交易日 基本大部分都是下跌的 尤其是周四周五跌幅还比较大 那这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交易量有所萎缩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三四个交易日的萎缩 交易量的萎缩还是比较明显的 两市的成交额只有不到2万亿 1.8万亿左右 那其实这么高的水位 因为现在上市公司也很多 五六千加加上这么高的点位 其实想维持A股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交易情况 它可能需要2万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额的一个堆积 或者成交额的一个活跃情况 那成交额降到2万亿以下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小心一下 那最近几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交易量有明显的萎缩 下降到大概1.8万亿左右这个水平 另外就是我们在10月8号 就是这一波上涨之前 给大家做过一个提示 就是整体呢 这波行情的一个脉络机构 给大家提前说过 就是它可能是一波流 是一个风牛 是一个闪电牛 之后呢 就是宽幅震荡 震荡完之后呢 选择基本面 如果基本面不太好的话 可能继续选择向下 当时给大家判了吗 的这个行情的脉络延展呢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方向概率 目前来看呢 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大家还是要小心 因为当时给的一个分析判断 就是说在10月8号那一天呢 这个成交量是天亮 是3.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 那有很多的套牢筹码 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卖的 这个后悔的这些筹码 或者解套的筹码 所以说你想 这个想直接一下子冲破 3674点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非常大的 目前来看确实也是止步于 止步于前高 然后又开始有所回调 有所回调 所以说行情的脉络结构呢 基本基本是这样一个脉络结构 那所以说走到现在呢 大家就要密切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密切关注啊 这个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从情绪角度来讲啊 该出的政策角度来讲啊 该出政策都出了啊 该有的这个情绪啊 也情绪也都出来了啊 兴奋的很多人 很人兴奋的这一波行情啊 很激动 很兴奋的加入的也加入了 所有意思情绪面 那个角度啊 还是这个政策面角度呢 可以说基本来讲啊 已经到一个尾声啊 到一个尾声 不管是财政部啊 各个部委啊 该出的政策都出了 所以说走到现在呢 恰恰是需要回归 基本面的一个时候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 大家知道这个市场呢 它会提前啊 提前做出反应 所以说市场走到现在啊 比如现在10月中旬了 它肯定反映的是 未来的一个基本面 比如说10月下旬经济怎么样啊 11月下旬经济怎么样啊 或者12月的经济怎么样啊 乃至明年1月的经济怎么样 它会对未来啊 进行不断的这种计价和反应 所以说过去的数据啊 就是这个过去的行情也好啊 就是它对包括过去的数据也好 它其实已经过去了啊 其实你主要的还是往前看 那当然了 那10月份的数据呢 出来了啊 我们还是有必要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分析一下啊 就是说10月份的整体来讲的数据呢 还是确实有一定的回暖 在9月24号啊 整个各种政策启发的情况下 各种刺激启发的情况下 整体来讲呢 10月份的数据呢 都是有所好转的啊 不管是我们从涉融的角度来讲啊 像涉融大家也应该看到了 我做了一期录播 就是涉融的角度来讲 它的M2的增速呢 从6.8到7.5 那涉融的增速呢 从8.0到7.8有所回落 这里面主要是政府债券的拖累 因为去年的政府债券的发行额比较高 那今年呢 因为基数的原因啊 所以说变成一个拖累了 反而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可以看到 就是人币贷款和政府债券呢 是两个拖累啊 同比去年都是少增的 所以说导致涉融的增速呢 在继续下台阶啊 涉融已经到7.8了 但是呢 M2的增速是回升的 这里面主要是对房地产的刺激 和对股市刺激呢 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再有呢就是M1的增速啊 从负的7%点多啊 收载到负的6%点多 然后减刀叉啊 M1 M2的减刀叉也有所缩载 从14.2呢 这个收载到13.6啊 然后你再看一系列的宏观数据啊 基本来讲还是10月份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 包括固定产投资啊 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 这块差一点 然后社 然后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 包括啊 这个10月份的这个 70个大宗城市的环比的这个上涨 下跌的这个城市个数啊 也有所汇暖啊 这个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这个图对吧 就是说每次刺激政策过后啊 二手房和新房的这个下跌城市数量呢 就会少一些 比如说到今年5月份刺激完了以后 6月份呢就有一个改观 你就会看到 6月份环比啊 下跌的这个城市数量呢 开始减少 那这次也是一样 就9月份刺激完了以后 9月份其实是蛮糟糕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二手房70个大宗城市 全部都是下跌的 然后66个新房是城市下跌的环比啊 就是最敏感的环比数据 那10月份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个二手房下跌城市数量 萎缩到只有59个 新房的下降到63个 所以说它其实是有好转的 这个房地产的刺激这块 是起到效果的 但这个效果能不能持久 能不能持续 那就比较难说了 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有可能是像5月份的刺激一样 也就是持续一两个月 最后呢又逐渐的消退了 所以我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10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呢 跟这个行情呢 它基本是能对应的上的 就是9月份刺激完了以后 10月份的数据确实有好转 不管是房地产 不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主要是因为已旧换新 已旧换新这些刺激 它起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说10月份的数据呢 是有切切实实的回暖的 所以说这个行情呢 它是也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的 至少不是一个显著的拖累 但是到了11月份以后 基本面是不是又回归向下了 高频数据是不是又往下走了 我觉得这个是 接下来大家值得高度 或者密切关注的一个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给 you by bwd6